现在到了坤鲁山茶农家 刚刚晒干 这个就是我每年采的 包的那棵坤鲁山千年大古树西叶种的 采了一点点 但都比较老 你什么时候上去看过没有发呀 差不多一个月 一个月那个时候上去没有发 当家经营可能天气更热的 太阳早上放去 就发出来了 就藏起来了 这棵树年年都是最早最早发芽 在坤鲁山共察园里面 这个是2024年2月16号采的 坤鲁山千年西叶大古树丹珠 103公斤啊 打包打包带着 哈喽大家好 我是普尔文 我已经回到了孟海店里 2024年2月16号 我叫坤鲁山的茶农去看一下 坤鲁山共察园中 我承包的那棵千年西叶丹珠的发芽情况 然后他发现这棵树 阳光最充足的一面 有一小部分茶叶可以采摘了 他距离这一次上去时间有20多天 那个时候他就发现有一些内叶 然后这一次上去这些茶叶就可以采了 如果不把这些茶叶采掉的话 全部都会老掉 也比较浪费 所以我就叫他采下来 采了1.3公斤的鲜叶 做出来这一点点干茶 有0.3公斤 昨天我就特意去了坤鲁山把这个茶叶拿回来 尝一下鲜 这也是今年的第一口春茶 一般来说每年春天小一种的茶会先发芽 而这棵树是最早发芽的一棵树 我记得前几年差不多是3月中旬左右就可以采第一波了 由于今年天气的原因 在1月底的时候 这边有下过两三场雨 而且后面气温又回升 天气也比较干燥 所以没想到他今年会给我来这么一个小惊喜 这个茶叶老叶片还是比较多 如果是早一个礼拜采的话就非常好了 这个茶叶为什么叫做细叶 它基本上最好的就是这样子 它只要时间一长 然后这个叶片就会比较老 所以它这种是叫做细叶 它跟曼松的那些小叶种还是不一样的 像这棵昆禄山细叶种的大古树 叫做昆禄山原生种 在昆禄山供茶园中有大叶种中叶种 还有这种小叶种细叶种 像这种细叶种的话只有20多棵 也是昆禄山滋味味道的一种代表 把这个黄片挑一挑就可以了 像这种很小的这种叶片 它根本揉脸的时候就揉不紧 所以看起来会感觉上有一些黄片一样的 但其实这些都是嫩叶 这个茶汤特别的漂亮 非常的清透 而且春茶它的茶好特别的多 昆禄山的这个茶它的香气很特别 它是特别优雅的那种兰花香 所以昆禄山的茶就用一个字代表就是亚 喝的感觉怎么样 细甜细甜的 细甜水细 细甜水细 昆禄山的细叶种 它入口是没有苦涩的 非常的香甜 它那种茶汤中的那种香气是特别的持久 入口甜度高 生菌快 而且它的呼韵非常的深 像这个新茶一入口的那种鲜爽 特别的舒服 这个茶因为刚刚晒干 所以前两三道茶汤还是会有一点点水味 而且相对比正春的茶 它的滋味感还是薄一点点 但是它又会比秋茶茶汤的饱满度会更好 不过因为这个老叶片比较多一点 然后刚晒干也会有影响 看一下放几天的感觉是什么样 总的来说春茶的韵味 香气鲜爽度 这些都是非常不错 像昆禄山的这个细叶种大古树 它虽然没有什么苦涩 滋味感的这种浓墙都不是特别的强 但是它的这个茶气是非常足的 之前有一位喝昆禄山西叶大古树的茶友跟我说 有一天阳光明媚的下午 他在书房里看书 顺手冲了一泡昆禄山西叶 边喝茶边看书 看着看着感觉到整个口腔特别的香甜 而且很持久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是真正品味到了昆禄山西叶古树的这种亚 所以说像昆禄山米地曼松这几个小一种供茶 一定是要懂得品味 如果您只是在一个很嘈杂的环境 或者是没有静下心来去喝的话 很多人可能只会感受到他这种水系香甜 但是如果一旦你能真正的喝懂他 你就会爱上他 所以我不会建议一些刚接触普洱茶的人去喝这些茶 当然除非您的经济条件非常允许 就想尝试那也是可以 这个茶的耐泡度是非常高的 它毕竟还算是春茶 现在是第四湖水 也没有出水味 这个茶一直喝到后面 非常的甘甜 这棵树上次茶龙去看了 基本上都发了牙包 预计会在三月中下旬可以大量的开采 包括今年的其他山头的古树 应该也是至少要在三月下旬左右 才能够大量的一些开采 所以大家也不要有一些什么误解误导 不要以为现在山头的古树都有出来了 现在山上确实有一些小树台地 有少量的在采摘了 今年这棵树能这么早去尝鲜 喝到第一口春茶 我也是觉得挺意外 好了 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点关注 点个赞评论一下 谢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